《外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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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寄託就是 就剩我女兒 我也捨不得讓她 丟浪在外面 跟神明講 跟她講說 有一次人 等我回去 那我再跟她站在一起 事情到现在发生两百多天 家里这两百多日子 可能你知道爸爸有多想你 看到这个就差很多了 来探望于爸爸的这一天 距离家围发生意外 过了两百多天 无论是三岁前 陪伴家围成长的喜悦 还是未满三岁 却以天人永隔的悲伤 于爸爸都不想忘记 我这辈子最 他出生之后 我最喜欢的吃就是 他靠在我的肩 然后他叫我 在那叫我爸爸爸爸 针将墨色松入皮肤 血和墨水混合在一起 图案便与身体主人共生共长 把家围刺在手臂上 是于爸爸的疗愈别离 也是不能忘 这个日子对我以前来说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打击 那我希望这个日期 这个记号可以永远警惕着我 112年5月8日 在台南市中义路成功路口 好好的走在斑马线上的家围 被带离这个世界 我女儿他们是从这边 驱城市这边要走过去对面的车道 那他人是已经走过 他们已经超过分隔岛了 肇事者他因为开车的习惯 那他车速第一个比较快 那第二个 他没有沿着这个线 又要在右侧 他是在左侧 所以就直接去撞到我太太他们 妻子重伤 女儿伤重不支 这吞噬人命的路口 在意外发生一个月后进行改善 新川县退缩了 也移除局部分隔岛 做出庇护岛 其实我觉得就是需要 社会持续的关注 而不是忌贫 我们要用打疫苗的想法来想说 我们怎么样让大家可以 就是打疫苗就是按部就班的去打疫苗 但是不要用那种打地鼠 打地鼠就是今天有个人死掉了 我们就赶快去把他弄一个东西 然后其他就不管了 人不该是祭品 台南市政府启动百大路口安全行动计划 包括新川县退缩 增测庇护岛 划设标线型人行道 超过百处路口增设行人专用石像 以及超过300处的行人号制石像早开 就是让同项的这个绿灯 行人绿灯先亮 然后亮个五秒或者是十秒之后 再亮车型 目的是让行人先走上行川线 让转向的车辆 看得到行人已经走上白马线了 改善工程持续进行 但危险路口依旧在 我现在的地方是台南市永康区的 中正南路与中华路口 这个地方从107年至今 一直是台南市肇事热点的第一位 在这个路口每年发生的交通意外事件 至少都有50多件到70多件不等 而在这个路口受伤的人 每年最多也能多达90多人 是大台南地区最危险的路口 本身它被时的那个曝光量就非常大 上下班要去永康工业区要去南科 势必经过的道路 能够做可是它能够改善的程度跟幅度 而不会那么大 因为它本来就要让这么多的人跟车通过 另外一个解法是透过更多的 其他的道路的建设 希望能够分流 有改善但也有难作为的无奈 台南市在110年与111年的 每10万人死伤数皆高于其他县市 道路规划对行人的不友善 还有这条新美街 行人走在车道上 这是新美街的习以为常 脸书粉砖台南市 拖出这张新美街照片并讽刺写道 这就是台南的交通规划 一丝一毫温柔与尊严 也不会留给行人 我会不知道说就是我后面的车子 会不会突然从我旁边就是过去 但游客的担忧 比不上当地居民的方便 可以进来也是机车的福利嘛 这条马路的话大概就只有八米 其实当初它规划就是规划单向 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那个行人通道 附近的居民他们认为说 其实摩托车双向的话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比较方便的途径 原本是单行道的新美街 在住户与商家要求下111年划设机慢车专用道 机车就此能双向通行 但行人呢 本来是单行道的时候 我也没有划这个人行道 人没有人行道 不是人不能走 人本来就是跟车走在一起 就是走在车道上 荷兰市的做法它叫Volnerf Volnerf的做法呢 它就没有那么清楚的去分人车 它等于说这是一个共用空间 那我的铺面可能就改钻面 或者是我就想办法压钻花 让即便是你车子开进来的 你也会觉得说 这地方不是设计给车开的地方 那么在里面的逻辑就是说 你车是要让人的 从以车为主到人车共享 欧洲国家调整人车全力分配 打造安心行走的城市 但要在台湾落实并不容易 以新美街为例 居民游客意见难两全 为了让行人能好好走路 好不容易划设出的汽机车停车场 是目前减少路边停车乱象的 一季解放 你看它的使用率算蛮大的 用完餐你再回来前摩托车 其实你就不会去担心说 我用餐过久或会影响到交通的问题 行人步步惊魂 新美街其实是小儿科 走在国华街上感受才叫深刻 其实走在这里我就觉得还蛮亲切的 因为车子跟你很近 如果真的听到车声 就是一定要赶快转过去看 不然会很危险 博华街假日汇丰监管支撑行人徒步区 但这里的人潮不分平假日 我把它变成支撑行人徒步区 那就是有这个自治团体来主张 由下而上 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共识 因为这个商圈里面 搞不好也有居民 也有住在里面的人 他就会觉得没有啊 我的车要回家 我要把我车停到我家的门口 等等之类的问题 要取得由下而上的共识 没那么容易 汉国华街问题类似 台北市迪华街 也只有周日管制成行人徒步区 其余时间人车真道 也是一道常见的风景 不安全的道路全台皆有 道路设计问题一部分南北 在台北市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也有许多路段会令行人感到相当的挫折 像是这条和民动路二段一一八项 在这个路段上 有些地方是没有人行道的 有设置人行道的路段也相当的狭窄 因此人车冲突相当严重 他有画一段人行道 可是他其他都是断掉的状态 当你人流大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那个人行道有跟没有一样 因为人一定会溢出人行道之外 而13岁的莫珍是台大研究生 这条路是他用餐的必经之地 这边通常脚踏车区会溢出 溢出来道路上 所以这边会是相对来说最窄 然后两侧都会走有人 就人潮很多的时候 学生期待在用餐时段 能设立暂时性行人徒步区 但餐厅商家上下货需求高 要有共识难如登天 台北市在六都之中 已经是步行环境最佳的城市 但离行人友善 还有一段努力空间 开大台湾所毕业的刘毅 过去每回要从学校 到科技大楼站搭捷运 就觉得走路好难 你看这边 这边是只有开放自行车 所以我要这样 所以我要等三四红灯 我才有办法走到这一侧 科技大楼站 靠近辛亥路三段的马路 只有自行车可通过 行人想到距离不远的捷运站 却得大绕路 先走到辛亥路二段这一侧 再沿着复兴南路二段 到马路对面 接着还得再回到 辛亥路三段这一侧 近在眼前的马路不能走 得等三个红绿灯 打1999申诉的结果 让他知道人权不如车权 他就跟我讲说 因为如果那边 秒数再增加的话 如果改成行人专用的 斑马线一定会增加秒数 或者是像自行车道 再增加秒数的话 会让从和平东的方向 要左转到辛亥路的车会回堵 所以就是他们 就是汽车使用者们 他们就是一秒钟都等不得 可是我们就其他的用路人 如果是行人的话 就被迫要走三次的斑马线 才能到我本来要到对面 曾在日本京都当一年交换学生 留意从行人地域到步行天国 日本人行道的建筑完善 是他最直接的感受 基本上只要是主要道路 都会有实体的人行道 然后实体人行道旁边 都会有那个入测的原始 坐人行道是在这一个交通规划 正常的国家是合理的 是本来就要 但在台湾你变成最后一道关卡是 那一个私人 就是私有财产权的所有人跟里长 他可能会因为方便 就是停车的方便 或者是他就单纯不想要 我们就因而没有人行道 所有人都想要改革 但没有人想要改变 你先跟他说 你这样我们把这个附近 弄得比较安全 你比较好走 他说对呀本来就应该这样 他说那可是我们要取消你 你车以后不可以停你家门口 他就马上跟你革命了 107年至111年度 全国市区道路人行道 建制长度从8000多公里 到9000多公里 普及率从39.42%到44.01% 成长幅度缓慢 因为沟通真的很难 再加上管线 电箱种种难题 但马路不该是糊口 像我们像中央 我们每年会订定一个推动计划 然后引导新市政府 那新市政府呢 每年他们要订一个改善计划 那在改善计划里面 在针对我们该县市里面 一定宽度以上的一个道路 他们就要优先 把这些人行道做出来 我们今天主要是在做 大岸辽桥这部分的接口 人行道 落电管 埋设 在新北市土城中央路三段 进行的人行道改善工程 前后大约7个月的阵痛期 换来的会是 人车安全舒适的街道空间 那原本它当初这里是一米二左右 那可能那个宽度的部分 包括轮椅组的部分 可能都没办法出入 那我们现在整个部分 我们会把它透光到三米 道路空间重新配置 行人就能不再让步 你试车道 我说成三车道的时候 我把道路的空间 更效率化地分配了 旁边的空间是会跑出来的 这人行道的形状也很整齐 这个空间也比较足够 桃园中立的环州东路 在道路受伸后 路侧人行道不仅拓宽 也将设施带妥善整合 一般我们路边需要的 这些电箱 植栽 它的设施带它是有整合的 不会凸在车道上面 它也形成了人的通行廊道 跟车道中间的一个隔离带 车就不会贴着人刷过去 它旁边会有一个隔离 一条好走的路 就能成为平安回家的路 不愿再看见 用一条人命换一个路口 与爸爸成立台南市 人本交通促进协会 为道安改革努力 一方政府或者民代他想做 可是他唯一遇到的困难就是在地 我们的想法都会比较傾向在 深入民间 可能跟礼民啊一些座谈会 这个这样子 爸爸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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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很熱鬧、很熱鬧、很高興的跟妳說 白馬咖味 爸爸不給妳失望